第五位,孙战元 河南林县林奇镇三宫水村人 1946年加入人民解放军 1951年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 在上甘领战役中 他担任阻击597.9高地南泛指敌 他在战斗中作战勇敢 多次打进攻的敌军 后为了掩护战友撤退 拉响了最后一颗手雷 与敌人七个敌军同归于尽 1952年11月6日 志愿军机关为他追击特等功 受他一级英雄称号 第四位,杨连帝 杨连帝出生于天津市北苍镇 1949年人民解放军 他入武士的兵种式起盗兵 1950年10月参加了志愿军 在战斗上 杨连帝多次出色完成 抢修铁路和大桥的任务 保证了正常施工 是几次中断的大桥顺利通车 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志愿军战 式的战斗 后来在抢修青川江大桥时 被敌击投下的定时炸弹 大片击中头部 光荣牺牲 十年33岁 为纪念杨连帝 铁道部命名龙海铁路八号桥 为杨连帝桥 并建立纪念碑 天津市北城区建有杨连帝纪念馆 第三位 邱绍云 邱绍云 重庆市 同梁县少云镇人 13岁就被四川军阀抓去当兵 在1949年刘邓大军挥师陆川 在解放成都战后 邱绍云加入解放军 后来抗美人朝爆发后 邱绍云被编入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八十七团第九连战士 1952年 敌军开始进攻391高地 当时 邱绍云潜伏在高地草丛中 当时敌军怕有埋伏就发射燃烧弹 草丛立即燃烧起来 邱绍云为了不暴露目标 他放弃自救 任凭烈火烧焦身体也一动不动 他双手深深地插进泥土里 身体紧紧地贴着地面 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第二位 黄继光黄继光 四川省中江县人 相信大家对黄继光英雄很 并很熟悉 八零后和九零后 再读小学课本 一定有关于黄继光英雄的事迹 在抗美人潮中本想杀敌立功的他 被分配到了连队后勤部队 因为他找到连队要求到前线战斗 连队对他说 后勤也是一样在战斗 就这样 黄继光在后勤待了下来 然后在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爆发后 由于战斗的惨烈 整个15军人员全部投入战斗 就连伙夫都上了战斗 更别说后勤 当时黄继光联队被敌人机枪压制 一时不法突围 而且伤亡很大 就在这时 黄继光跳出 用自己身体挡住了敌人枪眼 为连队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 令人遗憾的是 英雄黄继光从小家境贫寒 从来没有去照过一次性 因此 找不到他生前的照片 只好用一幅舍身堵枪眼的素描画来代替 战后 建立了黄继光纪念馆 并由郭默若提词 在1982年 连邓公为黄继光纪念馆 塑像机座提词 特级英雄黄继光 因此在这五 人中他的名气最大的一位 值得一说的是 1953年4月 毛主席还邀请黄继光母亲邓方芝 到中南海自己家中做客 表达了对英雄的敬意 第一位 杨根斯 杨根斯 江苏省泰兴县杨货郎兰殿人 他在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 因作战勇敢多次荣立大功 小功 华东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抗美援朝时 他又投入了保家卫国战争 在第二次战役 杨根斯奉命坚守阵地 与敌军战斗了一天一夜 接连击退敌军八次进攻 当弹药用尽 敌军发起了第九次进攻时 杨根斯抱起最后的炸药包 冲入敌群 与四十多个敌人同归于尽 完成了切断敌人退路的阻击任务 战后志愿军司令员彭老总提词赞誉 他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 在这小编讲 哪些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英雄境里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生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